現代空間試圖尋找一種形式的邏輯 與現存都市與建築共存之後 產生形式上的策略 集合系統中的群集 使用一群具有相同特徵的單元 由系統的組織起來形成空間 由於共同性,同時必須與現存的環境結合 向現存環境尋找共同的特徵或空間 成為一個能夠與宇宙共存共生的形式 群集沒有邊界,去中心化 透過連結可以不斷複製與伸展 每個單元可以符合技能使用 單元的形式對技能來說是模糊的 可以極大而容易適應所有的技能 因此亦與環境共處 可以自行停止 也可無限制的生長或複製 進入都市之後 群集每個單元如同關節一般 利用道路或開放空間 連結所有空間單元 每個空間單元既是獨立的 也可以與其他不同的單元或現存環境溝通 當新的形式進入都市 它必須適當地面對不同文理的都市 以及不規則的景觀 群集同時也試圖在不規則中 透過分析與了解 尋找一個可以活絡環境或穩定成長的肯成長系統 物件之間形成的開放空間 物件之間形成的開放空間 可稱為廣場、公園或補道 物件的配置方式可結合都市文理 包括視覺與路線的引導 使其具有現存環境的性格 成為計畫裡的都市或自然街道 有趣的行為可以穿梭其中 每個單元或物件可以是形式上的雷同 或機能的雷同 不同的形式透過連結 一連串連續的機能與行為 形成一個唯獨式 藉由道路或空間的連結 因應不規則的環境 產生不同的群集 許多不同的群集集合在一起 可以形成一個巨大的群集 因應不同的機能與需求 結合城市與地境 最後形成一連串連續的整體